我呀曾经有好几个82毫米口径的镜头 配的呢也都是这个82毫米口径的滤镜 后来呢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换了这个富士 当然那些镜头呢肯定也都卖掉了 我的第一个富士镜头呢是1655 它是77毫米的 后来买的这个富士的广角1024呢是72毫米的 而最近买的这个70-300长焦啊是67毫米的 我呢其实还有一个80毫米的微距 是62毫米的 这四个镜头的口径啊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听起来就够头疼的 当更换了镜头系统的时候 或者说呀这手上的镜头口径 它们都不一致的时候 就需要购买多个转接环 这样呢他们就可以享用这同一套滤镜了 给每个镜头都配上一个滤镜 很显然呢成本太高了 毕竟转接环的价钱呀 要比买一套新滤镜可便宜太多了 于是不经意间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手上的转接环啊已经变成了这么多了 如同噩梦一般 并且呀我经常会带错它们 到了拍摄的地点拿出来一看 哎呀发现带错了 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 当天的拍摄呢也就用不了这个滤镜了 一些特殊的拍摄效果呢肯定也就拍不出来了 当我收到了H&Y寄给我的这个可调转接环的时候啊 我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转接环的噩梦呢终于可以结束了 可调滤镜我听说过 可调转接环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同意测试这款产品的原因 拿到手上的第一感觉呢 是它的做工非常的不错 细节做的很精致 使用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转接环的一边呢是安装滤镜 另外一边啊连接镜头 设计结构呢非常有意思 类似镜头光圈的那个开盒 转动之后呢 就可以改变它的开口大小 来适应不同镜头的口径 那这个聪明的设计呢 不仅可以让我少带几个转接环 在切换不同镜头使用的时候呢 也可以进行快速的拆卸和安装 拧一下取下来 基本上只需要花费一两秒钟 然后呢就可以马上装到另一个镜头上 非常的方便 在购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是要确定两个尺寸 一个呢是前置滤镜的尺寸 也就是您现在手上的滤镜尺寸 另外一个尺寸呢 是您手上镜头的口径尺寸 对应不同的尺寸呢 来选择适合的转接环 这个转接环啊 虽然是可调的 但并不代表买这么一个就能用在所有的镜头上 由于设计的独特性 它对前置滤镜和后面对应的镜头口径 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例如这个前置八十二毫米的转接环啊 它后面对应的是六十七到八十二的镜头口径 但如果您的镜头小于六十七就要买更小的尺寸那个版本 而前置滤镜的尺寸呀也会跟着变小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想要将这套八十二毫米的滤镜套在更小尺寸的镜头上怎么办呢 我呀发现给最小口径的那只镜头啊单配这么一个转接环 把它转接到这个转接环上面就可以继续使用这套八十二毫米的滤镜了 所有的滤镜呢也就不用再单配一套了 省钱小技巧get了没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滤镜系统啊想要配全了还真是挺花钱的 我呢在这上面也吃过了不少的亏了 如果是为了通用性或者是方便计算 其实呢您可以直接全买八十二毫米的滤镜 因为八十二毫米呢是目前非球面镜头里边的最大尺寸 球面镜头啊就是那些超光角鱼眼等等灯泡头 它们本来呢也就用不了这种普通的滤镜 所以大多数我们现在用的镜头呢其实都是非球面镜头 无论您是现在用什么相机系统或者未来想要更换全画幅 甚至是中画幅相机八十二毫米的口径是最大的尺寸 通用性啊非常的好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所有滤镜尺寸当中最贵的一个 因为它的面积最大嘛 目前呢我正在制作一个滤镜的系列内容 除了之前发过的CPO偏振滤镜和碧坑指南之外啊 我还在制作几个新的滤镜视频 下一期呢咱们聊一聊ND减光滤镜的实战应用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每周分享一个旅行摄影相关的视频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